欢迎大家来世新新闻的现场 新闻继续来看时间一期的景峰 协作一名老夫人设置完回收车 到回收站的爱心机动 因为这名老夫人已经93回 又多次来做自完回收 听到一半,较买去没法走 三个顶着自完回收车 景峰看到了,现在想来发挥爱心 有竞争的实习性 协作老夫人种车 设到两公里外的自完回收站 协作人不爱钱,也让这名老夫人很感动 高于市老夫人设置完经日前 在高于市中号楼 发现一名90几岁的老阿嬷 来求自完回收 真出力来扫车、扫车 因为年老体力不及 所以来坐在路上 老夫人设置完经日前路车来首都交通 并将老夫人送到路边来休息 因为他胖也没法走 并没法将人的车来扫车 并没有 婆婆他警察已经90几岁 那因为他推着这个手推车 载着那个石荒的物品 因为有点有点那个笨重 那他因为也体力不支 所以说在堵在这个中校路跟嘉北街上 导致这个车道都有那个堵涌舍的情形 那我们远景到场了解之后 那我们那个警转的学生 那有知道这个情形 主动发挥爱心 帮这个老婆婆 推着她的手推车 推到了两公里远的那个资源回收场 来变换那个财务 这是来实施的警转学生正文役 她发挥到爱心 协助老婆婆 乡车刷到两公里外的资源回收站 挖出到一点点的钱 也让这个老婆很安心 世新新闻茶宾堂 家里市蔡宏报道